如果说灌篮高手是一部启发我开始打篮球的作品 那么黑子的篮球就是一部教会了我 篮球不只是篮球的作品 哈喽大家好我是首长 今天我不是要来单纯的点评黑子的篮球 而是要来盘点这部作品那些车道会让真的有在打球的人都吐血的招式 众所周知黑篮虽然没有网球王子或闪电11人那样来的夸张 但也基本是达到了鬼扯的境界 什么视线诱到超远三分天地之眼流星灌篮 真的是一招比一招都还要夸张 那么今天这期影片会先从主角队也就是成林的成员开始介绍 之后再把剩下的招式一一介绍完毕 那废话不多说首先第一位 当然就是我们的男主人称幻植第六人 也是成林黑火连线主要作为助攻的角色黑子哲也 黑子身高168倍号11号 篮球位置设定没说 但硬要说的话应该算是控球后卫吧 他的第一个招式为视线诱导missdilation 是一个比较常出现在表演魔术的手法 而这也是黑子全部招式的核心 那这招也就是透过降低自身存在感 使人忽略自己并将注意力都集中在别人身上 并借此进行高效率的无球宝洞或是突破 帮助队伍达成更有效率的进攻以及防守 那其实这样听起来还是有点复杂 我个人更喜欢直接把它简称为隐身打球 而第一个能体现他这招效果的 当然就是他那利用视线诱导才能实现的第二招 视线诱导之单点拨球 也就是跑到最适合的位置成为传球终极点 然后再把传来的球快速拨到空挡的队友手上 届时完成如同魔术般的梦幻传球 那因为他自带隐身马平常没什么人会注意到他 所以就会让人产生一种球会自己转弯的错觉 也因此他才得到了幻之第六人的这个称号 接着是陈琳在第一次对战秀德时 他所展现出来的第三招架速传球 当时因为单点拨球被高尾的阴眼破解之后 为了不被断球才使出了这招 也就是直接用手掌打在篮球上 并实现即使看破路线也无法轻易拦截的高速传球 而后这招在第一次对战同皇的过程中 被曾经是搭档的轻风破解 因此在冬季被交手时 他练就了一个进阶版本 加速传球回 Ignite Pass 这次在原本用手掌打球的基础上 在运用上的手枪发射子弹的原理 将全身的扭转力传导到篮球上 依此增强贯穿力 让截球者更无法断球 但这威力跟特效物看一是想宰了清风吧 那么这招有一点一直以来都让我非常好奇 就是就设定来说 即使是以黑者力量打出这球 能接住这传球的也只有火神和木吉 可是在第三季陈琳对战海舱的时候 黄奈也曾用完美无缺的模仿模仿过这招 那按照黄奈的力量来使用的话 威力肯定是会比黑者还要生猛 可是他队内的那个中锋却能轻松接住 请问这要如何解释 当然如果直接把它贯穿的话 也是蛮猎奇的就是了 接着是进攻招消失的运球 放行车ドライブ 记录前面也就是黑者带球运着运着 就会在防守者的眼前瞬间消失 并在突破直吼现身 那么根据解释是说 黑者是靠着把防守者的注意力 转移到火神身上 再利用人对斜角视力差的特点 进而产生消失的幻象 且这招对拥有阴之眼的高尾 也同样有用 那么为了增强消失的运球 在突破防守者后的威胁 黑者在二战同行后 也随即练出了投篮招 幻影色蓝 防通修头 又一名为消失的投篮 简单说就是把球给投没了 至于原理嘛 什么利用视线右导 再加上视线差 角度差之类的 我觉得都不是那么重要 我们只要知道 他的球能够穿越防守者的巴巴 那么关于幻影色蓝 那奇怪投球姿势这点我个人呢 也曾亲身体验 只能说这姿势 不光是会让旁边的人 感觉你就像是个 不知道在干嘛的白痴 还非常难以实力 也就是说这姿势 不光是很难瞄准 就连要把球投到篮板 甚至篮筐 就会耗尽你的权力 当然只要刻意练 肯定还是能有一定的水准 但这姿势的投篮点超级低 速度也不坏 就算能习惯投球姿势 也会轻易的被人盖帽 不得不说能用这种姿势 正常投篮的黑子 而且还不会被盖 也真的是另类的奇才 接着是黑子被逼入绝境后 才能使用的终极杀招 这是一招进攻防守量用的 超级控场技能 Miss Dilection Overflow 中文译名为诱导过胜 也可以说是反向的视线诱打哦 但我更喜欢网络上 大家给这招取得名字 万象牵引 简单说就是 与平常刻意隐藏自己不同 这次是直接将 所有人的注意力 集中在自己身上 促使除了自己以外的队友 在进攻时都能获得如同消失运球般的效果 将进攻活力提升到了 无法无天的境界 现在防守时 甚至还能做到将投球者的视线 诱导到自己身上 使其在投球的瞬间无法找到篮筐 进而大幅度的降低投篮命中率 简单说就是 我把篮筐给变没了 我看你还能怎么投 Fuck 篮筐都没了 还比赛比个P啊 最后一招 黑子专属的天地之眼 汉刺是能不受限制的 预测任何人的行动不同 黑子的是只能预测成岭队友 且尤其是火神的行动 而这次在动画中最后对战刺师 使为了彻底防守住进入中的刺师 黑子所想出来的最后底牌 也就是让火神一样去认真的防守刺师 然后黑子站在他的身后 那刺师在面对火神时 一定会用天地之眼预测火神的行动 进而晃过火神 而黑子则是以火神绝对会被晃过为前提 去预测火神的行动 接着在往火神的防守反方向进行防守 就会遇到刚晃过火神 却没有想到会遇到自己的刺师 然后在趁他惊讶之时去超爆他的球 又或是在火神进攻 被刺师预测行动后准备被他抄球时 黑子先行一步 把球从还在运球的火神的手上拿走 让准备抄解的刺师一脸懵逼 接着在空抛给火神完成一次空中接力 那这招简单来说就是让火神前后为难 然后被人各种预测行动 火神表示 第二位火神大我 陈鼎黑火连线的主要进攻手 火神身高198号10号 篮球位置大前锋 但他实际在作品中的表现 我认为更像是老公JS那样的全能小钱 那么属于和奇迹 世代相同等级的火神 当然也有属于他的特长 也就是超乎常人的跳跃力 火神大部分的绝招 也几乎都跟他的跳跃力有关 那篮球作品中要嘛红的 要嘛一开始有颗飞机头的角色 特长是跳跃力 这点几乎都快变成基本常识 但相比一般都把跳跃力用来抢蓝板 这点火神更多的是用来进攻以及封盖 那火神的第一个绝招也就是 超级跳跃之超级制空 这也是每一个专精跳跃的角色都会有的能力 也就是明明比对手早一步跳起 却比对手还晚降落的违反地心引力的天赋 而他第一次使用这招 则是在成年初次对阵海长的最后 黑子传给火神准备压秒 空杰黄来看到后跟上七跳准备封盖 却因为制空能力不如火神先行落下反备格扣 导致比赛最后以一分之差被成年逆转 那么第二招则是超级跳跃之超级封盖 这也是火神唯一一招有成长轨迹的招式 这招最早出现是在动画第七集 对当我都不知道高中就可以开始请外援的信邪高中 当时火神在防守身高200公分的啪啪 为了阻挡他的进攻不断的对他压迫防守 并提升自己的跳跃力 最终在不断尝试后 终于跳到了足以完美封盖他投篮的高度 接着是秀德在面对身高195公分的滤尖 所使出的超高出手点 且有着鬼扯般的投篮角度 再加上只要没有被盖就100%绝对会进球的全场3分 在火神不断的尝试失败后 最终成功练就了虽然有着次数限制 但却能足以完美封盖绿尖那个鬼扯3分的超级弹跳 那么这招除了可以封锁绿尖那个鬼扯3分 在后来也能完美封锁清风的平躺后仰 那其他一些小招啊普通投篮就更不用说了 接着是第三招自投自抢自己灌篮 这是成岭第一次对战秀德火神自己玩出来的招 也就是自己投3分没进后自己强篮板然后再自己灌篮 那么这招虽然在现实中要用也不简单 但相对其他招式就会感觉有些普通 那么普通的招式在本部作品中就意味着弱小 所以这招在对战同行被破解后火神就再也没有用过了 再来的第四招也是动漫中跳跃力强的角色最标志性的绝招 罚球线起跳灌篮 Airwalker 这招最早本来是在一战同王时拿到快攻机会的火神准备使用 却被清风赏了一记追红过导致没有成功完成 至于真正成功的一次则是在动画第28集的地区预选 面对层层高中的最后一球成功此出 那么使用出来最有威力的一次则是在面对紫园时的那次隔扣 这也是个从现实中拿来引用的技能之一 这个名词最早据说是由篮球之神Michael Jordan提及 当时他对年轻的Copy Brown说过 要进入中的唯一方法就是不停不停的刻苦锻炼 最后球员在高度集中的状态下就会进入这个领域 进入后不仅不会受到周遭的影响 还会觉得所有人的行动变慢 且身体也会自然的按照本能行动就此进入神党杀神的境界 那么在黑蓝中的重则不光是有现实中那样的buff 还能随着进入中之后把力量弹跳速度反应誓言命中率 所有与篮球有关的技巧提升至100%的状态 只不过进入中的副作用就是体力消耗会非常巨大 且进入过一次后就很难再次进入 因为越想进入就越难进入 然而火神在这就非常的赖皮啦 因为他在进入中之后不仅增强了刚才有说到的全部能力 也增强了跳跃力让他注意自霸天空 且他更有的无赖般的体力让他的重可以维持的比别人还久 甚至因为有着进入重的契机 让他可以把重当成自家厨房般的进进出出 以此减少体力的消耗 然而就算真的没体力了 他最后还能开启重中之重 也就是重中 来让全队不用任何交流就能配合自己的想法行动 打出超高效率的进攻一级防守 你说无赖不无赖 而且进入中之后他还因此得以使用知名度狂到出圈的流星灌篮 Mateo Jump 也就是跳的老高篮后把球硬干进篮筐中的那招 不知道该算射篮还是灌篮的流星灌篮 至于流星灌篮有多有名 我只能说有名到就算没看过黑子 但相信只要有稍微在关注篮球的人 都多少听过这招或是看过剪辑片段的程度 接着是队长日向顺平 也是成年的精神领袖 虽然没有过人的天赋 但又正能够振奋队伍士气的气魄 身高178倍号4号 篮球位置得分火位 空位射手类型 是属于那种在队伍陷入困件时 会越投越准的关键射手 那能练就这身技巧 是因为他当初为了锻炼自己 在关键时刻的投射能力 先看这家教练兼未来老婆的离子约定 只要自己每投射一球 就要亲手将他自己真传的战国武将手办 折断作为惩罚 那在回了无数个手办之后 他最终的确是把这个能力给练了起来 可也因此导致他的人格偶尔会变得有点扭曲 只能说日向真男人无误啊 那么日向作为三分射手的唯一绝招 就是由他未来的岳父 所传授的那招不可侵犯的投篮 Body Up Jumper 就动画终于解释 这是一个在不改变姿势的情况下 将自身重心放在身体后面 并在投球时将身体快速向后拉回 让防守则产生距离相当远的错觉 那么有很多看过这招的人都说 这就很像一般的运球后车Stay Back啊 但我认为应该是没有那么高级啊 因为动画中呈现的日向后车并没有加上运球 所以应该就是单纯的单脚向前踏 然后在准备投篮的瞬间 快速将身体移回后车的轴心脚 一直完成跳投 也因为这招真的很单纯 虽很容易就被破解 但如果这招再加上了黑子的万象天影 就会让防守则产生瞬间移动的错觉 进而失位 铁心目击铁瓶 成年中如同林家大哥般的存在 虽然不像日向那样能够振奋时期 却经常能够在球队陷入劣势时 鼓舞队伍的情绪 并用场上的表现守护整支球队 目击身高193倍号 7号篮球位置中锋 但因为以前打过控球后位 因此擅长组织球队 必要时临时掉去打控位也行 事实上在对战阳拳时 成年就有初始起刀来冲破阳拳的防守 招牌技能后出手的权力 顾铁心的权力 顾铁心意就是能够比别人还晚出手 能做到这点是因为他本身的手很大 所以可以单手抓球 让进攻上的控球更加灵活 最常看到的就是 他会先假装进攻来引诱对手防守 然后在对方真的来防守后 再决定要照犯规 还是传给队友控党出手 而后他为了增强抢篮板的能力 更是被训练出了铁钳爪 这招单手抓篮板的技巧 那么为什么要特地练单手抓篮板呢 是因为起跳时伸出单手 会要比双手还要来得高 这野汉有些人能单手灌篮 却不能双手灌篮是一样的道理 而且要能做到单手抓移动中的球 也是真的很难 所以虽然看起来不错 但这招铁钳爪真的不是说练就练 而目击也是因为有练就这招 才能在即使膝盖有伤的状态下 即使面对超强内线的羊犬 也能不落于下风 再来冷笑话大王伊岳俊 时常被人抓来打点 还曾经被海藏队长力从贬低过实力 但他却能够单挑守住武将之一 号称雷兽的夜山小太郎 还在冠军战的最后 身高174背号5号篮球位置空球后卫 招牌技能救之眼 Eagle Eye 也就是能在脑中将视野变换成俯瞰球场的景象 借此准确掌握球场的权框 简单说就是改成上帝视角 那么由这招衍生出来的防守剂 救之狗爪Eagle Spear 就是可以在对手晃过自己的瞬间 不依靠转身直接向后抄截 水乎布领直柱 一个直到动画漫画完结都没有讲过半句话的男人 深游配音也只有配他的呼吸声而已 堪称世上最爽 水乎布身高183背号8号篮球位置中锋 得一招为天钩 但被盖过一次后就没再看过 我是真的觉得很可惜 做着没有仔细刻画这招 毕竟这招可是那个NBA 生涯总得分最高的男人天钩甲霸 所使用的招牌绝技 但或许是因为不够帅把 所以才没有深入刻画 小金锦圣二 另类的奇才高中才开始接触篮球 拥有猫之野性 并在冠军战时帮助日向破解灵样 三种投篮的关键 身高170背号6号篮球位置小前锋 擅长全领域投篮 但命中率都不高 简单说就是一般人 得一技是 和水乎布无声对谈 并替队友翻译水乎布想说什么 土田冲始来打篮球的小刚 身高176背号9号篮球位置大前锋 整队 呃 整部黑篮中唯一一个 从一开始就有女友的男人 OK你他妈的赢了 那最后是替补三人组 分别为降棋光束 和元浩英 以及福田宽 那么因为这三个除了降棋以外 另外两个真的是没戏份中的没戏份 一路做板凳做到冠军 所以就不多说了 好了那以上就是成岭所有人的招式介绍 之后我可能会改成 真的叫得出名字的技能 我才拿上来讲 或直接盘点剩下的鬼扯技能 那么如果喜欢这类招式盘点系列 还请多加支持 说不定到时候还能找时间 去拍个黑蓝招式现实实测 或是去做个人物之那样 毕竟黑蓝也是我曾经重复 看了二十几次的作品 对这部的了解真的不下于乌龙派出所 那今天这期影片就先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还请按赞订阅留言加分享 我是首长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